幅度最高的12.5% 我們利息股貼 最重要是利息股貼 那利息股貼 是0.5% 那是由政府跟金融機構 來幫忙協助 那5年以後 利息由公股銀行 來減半碼 0.125% 來做一個測算 我們在地域大概2%左右 現在就算優惠0.5% 你個月可能還要付4-5萬塊 可是如果就算優惠5年的話 是不是代表說 你還是要在社會上一定經濟 社會背景的人才賣得起 才願意去付這個貸款 讓很多年輕人看得到吃不到 這樣說 我剛剛也給你出貸表 就是說 這5年的時候你等息 如果沒有負利息 那正在補貼0.5% 大概一個月如果 貸到哪1千5百萬 貸到哪 大概一個月 大概將近1萬9到2萬不到 那你1萬9到2萬不到的話 等於你負利息嘛 5年以後 5年以後第6年 你要開始不混息 我還是要給你減半碼 對啊民進黨好像要100萬 如果我們推到120萬戶 最重要的 沒有其項的措施 會跟民進黨不要 第一個會非勞工賽 然後公宅有個好處 就是 老闆要照顧員工 郭貴欽本來不是不可以住 蓋的 只會蓋這個單身宿舍 那我們就可以蓋一個住宅 那底下有一些公托啦 托鷹啦 甚至包括幼兒園啦 老人長照的東西 那這個就會比較方便 第二個比較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地上前的觀念 我們公有必要處理 公有必要處理 是不是以後就蓋以地上前 那地上前70年嘛 那你在過門的價格就是7折嘛